嚴政公署今天揭發 在安置日園狗會隔離犬的時候 市政署一名負責動物檢疫工作的署長 涉嫌長期濫用職權謀取經濟利益 行政法務司司長陳凱帆表示 已經對該名署長展開了紀律程序 並且終止其職務 嚴政公署揭發市政署一名負責動物檢疫工作的署長 涉嫌濫用職權 指定自己持有股份的動物醫療中心 為500多隻隔離犬 進行絕育手術及醫療照顧 而且廉署還指出 這個涉案人由2012年7月起 暗中將自己持股的貿易公司列入採購名單 令這個公司獲得超過120次採購款給 涉及800多萬的交易金額 對此英國門行政法務司司長陳凱帆表示 現以對涉嫌濫用職權的官員開展紀律程序 已被法院下令終止職務 根據廉署的報告 他已經做了商業的內部處理 展開了紀律程序 我亦都指示屬下的各個部門 要做好整個工作程序的檢討 同事亦都要做好利益的申報 依法奉公守法 對於動物醫療中心的選擇 陳凱帆表示 不需要經過司長辦公室的批准 屬於市政處職權範圍的工作 不過也有聲音質疑 官員濫權的風氣是否一直不斷蔓延 我們公職制度也是有一個規定 如果當一個公務員擁有一些股份的話 他是有一定條件的 如果他是從事私人職業的話 他是必須得到批准 如果不是屬於從事私人職業 比如說他只是擁有一些公司的股份 不參與的話 其實在有利益衝突的時候 他都必須迴避和申報的 廉署報告還指出 另有一名行政公職局技術輔導員 以及一名商人 涉嫌在法律行為中分享經濟利益 至於涉案處長的主管上司 是否涉及人員管理不當等的情況 陳凱帆表示 需要再了解情況 歐爾維市記者賴伊凡 蔡立勝 澳門報導